樓市成交量回落 部分發展商為期下樓盤推出不同的案揭優惠 以吸引買家 其中包括初期免息免工 此類安排無疑有其吸引之處 但在目前市況下 買家選用此類安排 可能需要注意額外的風險 顧名思義 免息免工只在借款人取用樓案貸款後 在指定期限內不必償還本金及利息 例如借款一千萬元 免息免工期兩年 即兩年內不必償還樓案 兩年之後 仍欠本金一千萬元 按優惠期後的條件計算每月還款 此種安排有其明顯的吸引力 一般來說 發展商一案的利息會較銀行案揭為高 但配合了免息免工的優惠 買家在置業初期暫時不必償還案揭 對換樓客來說 先借取發展商免息免工一案 不必同時應付新舊案揭的還款 再售出舊居後 也可以自用案揭的條件申請銀行案揭 借用此類案揭 部署順利執行的話 借款人便無需面對發展商一案利息 較高大來每月還款較多的影響 如果運氣再好一點 例如碰上兩年內市場利率回落 樓價回升 換樓客在未來轉案時的利息支出可望大幅減少 而舊居可望以較高的價格售出 但此類安排也有明顯的風險 一、未來利率風險 當免息期結束後 借款人將需要支付利息和本金 如果在免息期結束前 利率上升 那麼借款人每月還款會超出借款人 最初預期的能力範圍 尤其是發展商的案揭 大部分不設壓力測試等要求 借款人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償還能力 如果借款人無法承擔還款金額的增加 可能導致財務壓力和還款困難 二、新居估值影響轉案 如果新居的估值在免息免工期內下跌 借款人可能出現轉案時難以取得足夠借款額的問題 要留意的是 會出現新居估值的情況 一般是整體大市都出現調整 對換留客來說 舊居可能亦難以理想價錢轉讓 較極端的情況 借款人甚至有需要以較長時間同時應付新舊居的按揭還款 當新居按揭的優惠期完結 以較高利率計算還款時 甚至會嚴重影響家庭財政 綜合來說 借款人如有意利用有免息免工安排的按揭計劃入市 以小心考慮不同情況 包括利率持續上升 一定時間內要應付兩筆留案還款對家庭財政的影響 才好作出決定 來看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